抛夫妻女16年没回家 如今患癌后 回去和女儿相认 面对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丈夫质问她回来的真实目的 到底是什么 严见妻子毫不掩饰的目的 丈夫是气得蹊跷生烟 但是围在自家看热闹的人 也比较多 碍于情面她不好当场发作 而女儿也对母亲离开16年 却丝毫不联系 他们姐妹俩感到生气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她在16年前 不顾两个女儿执意离开 又是什么原因 让她现在突然 想要回来认回女儿呢 前段时间 40岁的朱平秀找到调解员 表示自己想要去和自己16年未见的两个女儿相认 但是又害怕前夫会暴打自己 所以想让调解员帮忙调解一下 然而前夫家在哪里 朱平秀也说不上来 因为她不认识字 所以亲戚们只能根据朱平秀说的话 大致写出了前夫的地址 对于自己当初执意离开前夫 并且抛弃两个女儿不管不顾 朱平秀表示 是丈夫太暴力 自己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才在16年前 悄悄逃离了这个家 而自己走了之后 特别想念自己的两个女儿 每到深夜都会因为思念而流泪 如今自己最大的心愿 就是见到女儿 就在大家准备出发的时候 朱平秀的一个亲戚 将调解员拉到一边 告诉了一个真相 亲戚告诉调解员 朱平秀前不久被查出患有子宫癌 现在已经做了手术了 这次去寻亲 肯定是和这个有关 朱平秀离开前夫家16年 16年的时间里 没有和他们任何人联系过 那么他们愿意接纳他吗 由于已经离开这里16年了 朱平秀已经记不清 前夫家的具体位置了 于是便来到了村之书 从村之书口中得知 朱平秀的前夫李新社 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 为人也十分钟后 并且从朱平秀走后 他便一直没有再去 而是独自将两个孩子拉扯大 而朱平秀此时也开始后悔了 但并不是后悔当初和李新社离婚 而是后悔当初离婚时 为何不将两个女儿带走 来到了李新社的家门口 朱平秀却站在门外不敢进去 那么 朱平秀是害怕李新社看到自己后 会冲出来打自己吗 为了弄清情况 调解员决定进去看看 然而看到李新社的时候 调解员却发现 并非像朱平秀说的那样 相反是给人一种老实忠厚的感觉 得知前妻回来看孩子 李新社十分火大 因为朱平秀当初抛弃两个孩子离开 这16年从未过问孩子 现在孩子带大了 他又想回来认亲 这让他无法接受 而对于朱平秀 李新社的心中充满了怨恨 他质问朱平秀回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对此朱平秀表示 自己是回来看孩子的 然而李新社和女儿并不相信她的话 对于自己这个16年未见面的母亲 小女儿李妙直言 自己难以接受 在她的印象里 母亲是一个极为模糊的印象 母亲离开这个家的时候 自己还不满4岁 这16年以来 都是父亲既当爹 又当妈 把自己和姐姐拉扯大 由于担心再娶的后妈 可能对自己和姐姐不好 所以父亲这16年来 从未说过要再娶 调解员告诉了李妙母亲的真实情况 对此李妙表示极为反感 年纪轻轻的她 似乎已经看穿了母亲回来的真实目的 随后朱平秀走进了房间 看到了正在哭泣的小女儿李妙 在这样的场景下相见 朱平秀感到有些尴尬 她试图靠近女儿 并拉住女儿的手 却被女儿一口回绝 对于李妙而言 眼前这个女儿太陌生了 当初也太绝情了 能抛弃两个女儿直接走掉 并且16年从不联系 难道心真的是石头做的 而对此朱平秀解释 自己也有自己的苦衷 朱平秀的解释 在李妙这里显然没有任何说服力 而朱平秀此刻也才真的意识到 女儿是真的长大的 不再是三岁小孩那样容易哄了 而李新社听到女儿的哭声 也赶紧走了进来 对于朱平秀当初执意离开 她的心中也十分生气 对于此次回来的目的 她也有些怀疑 朱平秀对此沉默不语 她表示自己想见见大女儿李娜 虽然李娜已经结婚生子 但是作为母亲 她却从未给过祝福 所以她想要弥补 然而李新社却直接拒绝 看着李新社这么决绝的态度 调解员便将李新社叫到了一边 并将朱平秀现在的真实情况如实倒置 得知前妻身患癌症 李新社沉默了 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后 李新社决定让大女儿回来见一见母亲 两天后 在外打工的大女儿请假回来了 见到母亲的那一刻 李娜并没有太大的激动 母亲离开这个家的时候 她已经九岁了 和妹妹一样 现在她对母亲一样感到陌生 对于母亲的突然回来的目的 她觉得肯定不是想她们姐妹俩 于是她将妹妹拉到一边 对于母亲的突然回来 姐妹俩表示不管目的到底是什么 但是如果想回来生活 那么就要和父亲重新登记结婚 父亲16年来没有再去 一方面是想好好照顾她们姐妹俩 一方面心里肯定是还有母亲的位置 然而对于两个女儿提出的要求 朱平秀却慌了神 她想过女儿会提出的种种要求 却没想到是这样的要求 想了很久的朱平秀 告诉女儿自己暂时无法做决定 要让自己好好想想 然而对于具体是什么原因 朱平秀却一直不愿意说 对此小女儿李妙的心中十分不愿 朱平秀表示 至于要不要回来 她想回到家和家人商量之后 周围的邻居也劝朱平秀 看在两个女儿的面上留下来 而李新社此刻早已泪流满面 这个一向坚强的汉子 其实心中也有自己柔弱的一面 本以为妻子这次是想通的要回来 但是没想到现在却要走 对于朱平秀的犹豫 李新社表示自己 可以给她一个月的时间考虑 在临别之际 一家四口拍了人生中第一张全家福 但是这个家还会不会团聚在一起 也不是一张全家福能决定的 就在即将出发回去的时候 朱平秀的电话响了 而此时的朱平秀十分紧张 赶紧拿着电话离开人群 接完电话的朱平秀 此刻却变得迷茫起来 对于回归这个家的心情 也开始变得纠结起来 那么到底是谁给她打的电话呢 朱平秀到底还有多少事情 是瞒着大家的呢 而对于朱平秀回到李新社的家 和李新社在续前缘的事情 朱平秀的亲人又是什么态度呢 令人意外的是 所有人都支持朱平秀回到李新社身边 而朱平秀的亲人都知道 朱平秀的电话是打给谁 这也是朱平秀现在纠结的真正原因 亲戚们表示 朱平秀和一名严姓男子好上了 两人在一起十多年 但是对朱平秀并不好 经常动手打她 但是朱平秀却像着了魔一般 还一直要跟着她 对此 严姓男子打去了电话 严姓男子没说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有些问题调解员还没问 看来现在也没有答案了 那么朱平秀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朱平秀表示 自己还是愿意和严姓男子在一起 因为当初自己一个人出去 如果没有严姓男子的帮忙 自己还会面对很多困难 所以自己感恩她 哪怕是对方脾气不好 自己也认了 随后朱平秀给李新社打去了电话 表示自己不会回去 李新社也表示 尊重朱平秀的决定 但是请不要再来打扰她了 朱平秀这次的闹剧 已经深深伤到了女儿 对于朱平秀的选择 所有人都感到唏嘘 有些观众表示 朱平秀并非是想女儿了 而是担心自己老了无依无靠 所以才试探女儿的态度 然而没想到 女儿却是要她回家和父亲继续生活 而朱平秀说 严姓男子帮了自己许多 如果不是你迟意离开家 又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呢 关于这个故事 你们怎么看 欢迎留言讨论